以後出遊有Argoda網站帳號的民眾要注意了 你有想過人在台灣 但你的帳號卻在國外被登入嗎 有民眾不斷收到身份確認性 但人明明沒有出國 還在台灣 訂房網近期管控大出包 民眾的Argoda帳號就在巴西被登入 讓他懷疑密碼有洩漏或被破解疑慮 因為Argoda還寄信提醒改密碼 還要帳戶沒有綁定信用卡 也趕緊變更密碼 楊先生的朋友就比較慘 因為帳號直接綁定信用卡 在泰國被登入 還被倒刷兩筆住宿飯店 這回好險信用卡公司發現 阻止悲劇已讓民眾趕緊檢查 並解除其他系統的信用卡 可怕的是這些訂房的人名 都是完全不認識的人 事情PO上網至少上百人有類似情況 被登入柬埔寨 美國有訂房記錄 但信用卡號非本人 或是信用卡被倒刷一萬六 就網友提醒 如果被從異地登入 要看現金回饋有沒有被盜 不過好險有的信用卡公司 會再次以簡訊確認 只是說截稿前Argoda 還沒有任何回應 資安專家也說 這是近期駭客的主流手法 撞庫攻擊 也提醒業者要注意 只是說萬一不幸真的被倒刷 消費官說這算是各自外洩 可向業者求償 建議消費者如果遇到類似的消費爭議 可以即時跟銀行這邊來申請 掛施跟指付 並且跟警方來報案 不過想要求償卻常常因為客服在國外 相對麻煩 民眾只好平常提高警覺 看到業者主動傳訊息提醒 別懷疑就是帳號有問題 換密碼就對了